歡迎來到中午車值多少 我是品辰 我是曉春妹 我們這台是2021年的T-Rock 我們這台當時有分1.5跟2.0 1.5那車有兩個登記 Style Design跟那個Live的版本 我們這台是2.0的 那2.0它是有多四輪驅動 然後馬力也來到了190匹 它的馬力真的很大 然後牛力有32.6 所以說其實這麼小的車 配上這種馬力 個人是覺得應該是蠻夠力的啦 那會不會開起來很熱血呢 我覺得是會有 因為它有四輪驅動 OK 對 然後再來是 因為現在22年23年 它有T-Rock R 它當時21年是沒有R的 我們這台是R Design 那有些我覺得是說 你今天預算沒有到R 因為R新的家大概要1780那邊 如果說你今天預算沒有到那麼多的話 其實這台我覺得是可以考慮啦 雖然說它馬力沒有到R那麼大 但是它的基本的四輪驅動 它的馬力我覺得都是算都OK 它這裡程數跑了 2萬公里 算是蠻少的 兩年車一年跑到1萬 對啊 兩年車來講的話 對 我先大概介紹它的外觀好了 首先看到它的R Line 從外觀看就是看到這個名牌 水箱護照這邊 車頭前面跟一般的版本 我覺得主要是差在 它的防刮材質 一般的280的 它防刮材質做的比較多 比較剛剛是它現在23年式 它算是小改啦 23年式的330就是R Line 它是有橘震式的大燈 所以我們這台是沒有的 我記得之前卡蜜熊那個 你有介紹然後蠻好用的 對啊 所以說其實我覺得這個是差蠻多的 車身你看它鋁圈 它是19吋的鋁圈 最入門的是17吋 到Style Design的是18吋 然後我們到這個R Line是19吋的 那馬力19P 然後它的輪胎也這麼大的話 是不是很適合上山之類的 對我覺得它的操控性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就是比一般版本的 側邊它一樣有個R Line的名牌 280的防刮材質是有到 有到這邊 這條線以下都是防刮材質 但是到了R Line 它防刮材質就變得比較少一點 啊這邊都是同色烤漆 只有到下面比較靠固定這邊 才是那個防刮材質 那你覺得這兩者會有什麼區別嗎 可能就是外觀的感覺吧 就是同色烤漆會比較有運動感一點 對 防刮材質就看起來比較穩重 然後再來到我們的這邊 上面它這個是有行李架 行李架都是標配 低劍的都有 那這台車其實算屬於 跑旅車還是修旅車啊 跨界小修旅 我覺得算跑旅也是OK 因為它是鞋背造型 我個人覺得 它其實做的還滿鞋的 就是比一般的跨界修旅車 還有我覺得這個角度 應該是真的很齊 可是我覺得它不影響到 它後座的頭部的空間 沒錯 因為它後座 它有後座有故意跳高 對 這邊 兩個拳頭 我兩個拳頭 很寬啊 對 這樣 兩個拳頭多一點 是還有啊 很多啦 這以小修旅來講算很多 以小修旅來講 是椅經文不錯的對不對 然後椅子是採用那個 內擠皮的跑車式座影 然後再來是你看上面 還有多了全景天窗 這也是R-Line的才有 很少這種小車有多全景天窗 一般都是那種小天窗 側邊我要講這個 它這個鍍鉻式條 我覺得它這個做的很 很強 從A柱 衍生到C柱 後面到後車廂 這個設計我是很少看過 一般都是到這邊 可是它是延伸到這邊 我覺得是還蠻不錯看的 我們以前看到T-Roc 一樣他們現在好像 跟T-Roc都是 就是這樣 對 它自動是分開的 T-Roc T-Roc T-Cross 它都是這樣子 然後後面要告訴你 它是四輪驅動的 Promotion 就是四輪驅動 它的電動尾門 它沒有腳踢 因為它新車價 畢竟才132 雖然說有點高啦 我個人是覺得 有沒有腳踢我覺得還好 但是畢竟它現在也賣得蠻好的 對嗎 在現在市場來講 以它的統計劇來講 我覺得它的競爭對手 很少會有打贏它的 我個人覺得 那競爭對手都有哪一些 譬如說C-H-R C-H-R也有AWD的版本 但是配備上可能就沒有 這台車那麼的豐富 對 但是我覺得它的置物 它的置物是到 就是它的那個板子 是到我的腰這邊 所以你現在在放東西打東西 你不用在 不用特別彎 取東西 放東西都很方便 然後在它後座 它有六四分離 然後它中間這邊還有一個 你坐後座這邊 中間是一個置杯架 但是你在打開的話 這邊是可以 取你後車廂的東西 下面是 其實還有一個架子 對 隔板可以再往下放 再多更多空間出來 對 那收納空間其實也滿大的 然後其實 因為它這個是R-Line的嘛 那R-Line它的懸吊 跟一般懸吊有點不太一樣 前面都是那個賣花層 可是後面的話它是 多連桿 原本是扭力量 多連桿的話 它今天是在操控器上面 會比較好一點 對 但是缺點就是說 它的空間上 因為多連桿它的 體積佔的比較大 就是說可能導致後車廂空間 變得稍微比較小一點 會有壓迫到 所以是很正常 對 這個都是它的油缺點 R-Line它的車身 它降低了一公分啦 就是因為它的懸吊的關係 它有降低一公分 對 所以說你今天如果是比較 一般的版本 280的 可能側傾 就會更嚴重一點 對 因為你車高越高 你的側傾會比較嚴重 當你車高越低的話 你的車型不會到那麼嚴重 我想問就是後視鏡啊 它是就設計在A柱 但其他車它是在前側嘛 那你覺得 兩者有什麼區別嗎 開起來 我覺得 應該說以前的車款 他們的後照鏡都是設計在A柱 但是現在因為很多車廠 它會去考量說 A柱的視角會比較多 所以說它為了 A柱視角要減少一點 它會把後照鏡 把它移植在車門這邊 讓A柱的視角不會變那麼多 我個人是也會比較偏向 把它往下移 第一個你在轉彎的時候 然後可能有時候行人 就要再過馬路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看到 好 視角就不會那麼多 就不會發生那種 意外了 對 意外了 那麼到裡面了 好 體驗熱血感 我覺得它的側傾 還是稍微有點明顯一點啦 但是我覺得 這阿柱的視角我覺得是不錯 它不會有那種推頭的感覺 我彎是可以不用那種 那種很低速 才敢放心那種 我是 我覺得可能一般山路 可能50計 我還是敢彎 我覺得它給我信心是足夠的 那你覺得這台車適合 開去輕度越野嗎 它這個設定就是 其實是可以讓你輕度越野 所以我相信 它一定是比一般沒有那種 調整模式的 還要來得好一點 我相信開這種車的 我覺得還是會 一般把它拿來當成 一般代步 如果說你真的要重度越野 還是要這種越野的 跑山的 可能就是買那種空間比較大的 這台車大部分還是適合拿來 市區 日常開這樣子 你偶爾熱血也是可以 那這台車是有 IQ Drive嗎 它有IQ Drive 轉出去跟車 然後盲電 但是它沒有車道維持 它只有車道偏離的輔助 所以幫你拉回來 但是你 如果是你的話 平常 你買車的話 你會不會在意這一點 因為我開我自己車是 其實沒有這麼長跑高速 個人覺得是還好 但我覺得是要有跟車 如果說真的偶爾還會上高速的話 就是跟車是滿方便的 長跑外限式的 那我覺得有Level 2 可能對你來說會更有幫助 可是這台沒有 這台沒有 對啊 我覺得它螞蟻系統 我覺得是我喜歡的 因為 如果說啦 你今天左邊有車 它會閃亮燈嘛 打方向燈 你還是要硬切過去左邊 它是會幫你拉回來的 這個是我喜歡的 那我知道這台車的變速箱 是濕式的 我想我會講 就是乾式的變速箱 會不會比較耐用 以前有分濕式跟乾式 乾式的它的散熱就是 它是利用那種開車的風去散熱 但是濕式我記得是說 它會用什麼冷卻液之類的東西 去散熱它的那個變速箱 一旦用冷卻液一定是會比較 功能比較好 所以說其實乾式 那時候乾式比較容易換 這是事實 但是現在近幾年服飾 因為它們會不斷進步嘛 變速箱這個問題 我覺得是可以不用像以前那麼擔心 喜歡修理車的車友 大部分都會比較喜歡有360度環境嘛 但是這台車蠻可惜就沒有了 我自己覺得還是還好 因為這台車沒有到非常大 然後再來是我覺得 因為它這個很厲害是 它迴轉半徑就只有一圈 它一圈就到底 所以說代表它的 第一個它指向性會比較好一點 可能輕輕這樣子打一方向盤 它可能就會彎的幅度 幅度比較大 你家一般那種市區 因為有些市區路比較小 可能要迴轉的話 有些路它可能一次就迴轉好了 所以我覺得它的迴轉半徑 也是差一個蠻大的重點 但是我覺得它的 其實它新車價是132萬8嘛 輔助配備我覺得是給的蠻足的 只是差一個level 那個知道之中啦 可是它其他我覺得都OK 然後再來是它的儀錶板 也給你10.25吋的數位儀錶 對 算大的 對 它這邊有兩個轉速 你這兩個東西可以去分別去控制 你想要看的資訊 除了看你的時數跟你的檔位之外 它可以看其他車子的資訊 螢幕的話 這個螢幕是有Apple CarPlay 就插線了 Android Auto也都有 只是它這個都沒有那個手勢的 對 就沒有 但是我覺得這不是問題 因為有時候手勢也蠻 不好用 對 不好用 拍像頭的下面這邊有一個旋鈕 它有雪地 然後一般跟那個越野模式 然後你還可以再 你按一下的話 你可以調節能一般運動 然後它有個個人化 你可以繼續做調整 那你覺得這台車的油耗表現怎麼樣 以2.0來講 私人驅動 我覺得是算排不錯啦 它平均好像是12.9 它這個1.5跟這個2.0 1.5的是50公升 它這個是有55公升 你不要少看多污那5公升 5公升它平均是12.9 我算13公升好了 你乘以5 等於說你這台車你可以多跑 大概65 配備還有給你那個電熱椅 電熱椅現在就不用了 其實我覺得很奇怪 我不知道為什麼福斯的車系 就是一定要只給電熱椅 我想換成通工藝 對啊 我也很想啊 不然兩個都給我也是可以 也可以啦 那我知道這台車啊 它不像Golf跟體冠一樣 氣囊數有7顆 它少了1顆 就少在哪裡啊 駕駛座的西部 像你說的Golf那些都有7顆嘛 可是這台車新車價130幾 它只給你6顆 我覺得是 這些架應該就是加在它的2.0 跟它的那個四輪驅動上面 其他的有些配備都是跟那個 1.5的Style Design的 配備是差不多的 那我覺得它的內裝布局 其實跟體冠滿像的 但好像只差在沒有那個 電子避震器 對 電子避震器就是你今天調整你的模式 它會去做一個軟硬的調整 但它是不會調整高低 高低的話是要到氣壓懸吊 電子避震就是你今天調運動模式 它的避震就給你運動化的懸吊 就是會變得比較硬硬點 所以這種車你一般是去代步開的話 你其實用到電子避震的 機率很小 比較少 對 比較可惜是它這個 內裝材質是硬塑料的 硬塑料的 我覺得是不太行 我也覺得 我自己覺得不太行 因為130G 你至少給我一個軟質嘛 把手也是做得沒有很好 就是沒什麼特色啦 對啊 還有沒有電動椅 對啊 我駕駛座沒有 然後它又給你自動停車 聽說輻射自動停車 好像都很不錯用 聽說啦 但是我是不敢用 然後它給你那個 電子手剎車 那現在小改款出來以後啊 你覺得這台車在市場定位上 會有影響嗎 因為它小改R-Line的外觀 變得很多 日行燈 而且不一樣 然後再來是它的 大燈是有 那個矩陣式的大燈 啊 對 所以我覺得是差滿多 但是新車價當然也變得比較貴 對 它現在新車價是 116萬吧 等於說比當時多了14萬 沒錯 啊這就是看個人啦 因為有些人可能 覺得這些東西它用不到 就可以選擇買這台車 至少新車價不用到這麼貴 不用花那麼多錢 然後也有限車這樣 聽講啦 就我看過滿多車友 測品福斯家的車都很保值 那這台車應該也不例外吧 其實以前福斯 掉價滿快 因為原因是它的變速箱的關係 老輩的關係會說 福斯就是要修啦 你買回去就是要修啦 要舊的那一批的 福斯掉價會掉比較快 但是現在近幾年 我覺得福斯技做的都還不錯 因為保值性是越來越好 收鋼琴差不多是在 95至100 然後呢 因為這台車 它里程數是真的很少 但是市面上的R-Line 真的也比較少 我們也沒收過 我們收過T-Rock R 但是沒有收過R-Line 但是我覺得 一定有它的客群在 因為有些人可能 預算沒有到R的 可能選擇買這台 它一樣給你2.0 一樣給你四輪驅動 如果加裝我車要賣 趕緊加我們官方Line 高價收購你的愛車喔 那我們這台車的最後收購價格 就是 不意外的就是收到最頂 100 那我們未來的開價就是 會擺在我面前 那如果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可以訂閱我們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還有記得可以追蹤一下 我們IG和FB粉絲專頁 我們想知道你車子價格 可以加我們官方Line 我們有時間就會馬上回覆 那如果你在家平常 耍廢沒事做的話 可以刷我們的抖音 讓你天天都很開心喔 那我們一天就到這邊 好 繼續顧下台車啦 拜拜